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年是洛杉矶华人书法协会第五届展览 我们今年的展览是铺陈延续预备 明年要回到台湾去展览 今年的展览我们展出了两百多部作品 包含了《转》、《碑》、《粒》、《草书》 这些作品这五年来在我们的燕老师指导之下 大家都很精进 我们今天展览一共有三十七位同学参加 一共有两百多个作品 我们明年在九月份 因为庆祝明年建国百年 所以我们在台北社交馆 在九月、十月两个礼拜时间 在台北社交馆展出 后会会老话不要太多 但是要鼓励大家努力学习 因为书法这个境界永远没有止境 我们要做的是成先起后既往开来 为什么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我们下一代 更了解美国的书法 跟我们在国外所该学习的是相同的重要 尤其现在大家讲究中国风 一切都要向中国的东西学习一下看清 我们下期见